时事焦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访问北韩的日程等细节方面还没定 今天的时照点节目就为了 北韩要求韩国拆除警刚山的韩方设施和南北韩 还有美国关系的展望进行讨论和分析 今天特别要请的是两位站在 一位是韩半岛新闻平台的杨千浩代表 另外也是时事评论家徐明基先生给我们点评 两位好 好 秀老秀老秀老 首先杨记者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北韩前几天不是那个通知韩方 约定时期就是说这个拆走旅游设施和那个相关的事实 就是背景和具体的那个内容吧 事件是首先是在10月23号 那个时候金正恩发表了他自己的这个讲话说 应该要把这些看了心情都会变糟的 那些南韩的不三不四的设施都应该要搬掉才对 去那个金刚山的时候 是 然后呢他又讲说这个 以前的这个执政者都想说这个南北韩关系 如果没有发展起来 金刚山的观光也没有办法开展 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 然后呢又讲说现在金刚山的发展事业 其实已经凸显出前一任执政者对南韩的依赖的政策是错误的 然后呢他就开始下达指示了要分年度 然后还有分阶段 要重新的在这个金刚山地区建设现代化的饭店 还有飞行场还有高尔夫球场 这些可以代表世界性的这个文化观光地区 然后呢也通过 然后他自己也表示说这个拆除的作业 原本这个金刚山这个园区有南韩这个现代集团的 盖的这些饭店或者是设施 那金正只是说这些要和南韩方面协商 然后拆除 之后呢这个 就把这个立场文送交给南韩的统一部和现代集团 然后呢就要求说 这些我们用书面的方式来讨论 要怎么样拆除 然后要在什么时候拆除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对于南韩来讲是相当错愕的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认为说 这个金刚山观光是目前 虽然南北韩已经南北韩这个金刚山观光 已经断绝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嘛 上一个这个是因为2008年7月的时候 就有人在这个金刚山被北韩的这个哨兵给射杀 之后呢这个 因为这个事件没有办法厘清真相 所以金刚山的旅游观光就全面中断了 那目前这个文在寅和文在寅总统上来之后 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这个南北和谈现在气氛已经和缓了 那是不是可以期待金刚山的观光重启 然后呢大家也认为说 这个金刚山观光是南北韩这个合作的 目前比较具有象征意义的这个项目 可是现在如今南韩 如今北韩讲要求这个南韩应该要自行拆除 就让大家非常的错愕 其实目前这个现代鹅山集团在这个金刚山 他这个跟北韩签约只有这个经营权50年嘛 所以如果北韩直接宣布说 自己把这些金刚山的南韩所营建的这些设施 把它拆除掉的话 事实上是会违反契约的 所以呢北韩就很巧妙的就是说 通报说那你自己拆除吧 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其实啊这个按照国际惯例的话 这种形态是应该不应该的吧 是就是已经违反契约的问题 而且也会让北韩在国际上被大家批评说 这样是不是你不遵守信用 那以后其他国家在外交上 在经济合作上面要怎么样跟你 要怎么样跟你来往 没有这种新来的要那个基础的话 那比较难合作了 那许先生啊 就是您是怎样就是研判 北韩通知韩方才走那个旅游设施的意图呢 因为目前大家都知道 这个美国和北韩间的这个 乌合化工作协商呢 现在停停停停在那里嘛 那么北韩呢就把期限的定到了 这个今年年底 就是要等到今年年底看看嘛 那么现在呢好像 因为已经都快都已经11月了嘛 所以说如果现在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态度呢 好像也不那么积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北韩呢就是用各种方法呢 敦促也好 什么绕道绕口令也好 怎么样说也好 就是说希望美国呢 能在今年内有个表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目前虽然这个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呢 是现在比较趋冷对吗 但是呢北韩呢也想希望说韩国呢 能在中间扮演一个一定的 什么穿肩引线的角色也好 怎么样也好 那所以呢 现在呢就通过这种金刚山 那这个合作项目呢 来就是逼迫韩国在中间呢 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 希望呢能再重启这个协商方面呢 能出点力 好像这个意图呢是在那里 除了这个以外呢 目前这个北韩呢 跟南韩之间当然最大的两个象征 经济合作象征 一个是开城 一个是金刚山 那么这两个地区呢 这个当然都现在都停在那里了嘛 尤其是像金刚山这个地方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2008年以后呢 已经十年多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这个其实金刚山这个拆不拆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问题是现在已经停在那里 就空在那里已经十年多了 那设施当然就成就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啊 这个像现在俄山 这边呢 大概过去也有想过 说要整修也好 怎么样重建也好 也有这种想法 因为这50年的合同嘛 那么这个合同期限还没满 还没满呢 那么现在这个北韩 像金正恩委员长说要拆掉 那这意思就是说呢 就下韩国施加压力 当然现在不可能说是马上要拆 因为刚才也说清楚了嘛 韩国方面要派人去 把那个要拆回来 那么如果韩国不去的话呢 那么这个还有 还有这个时间在那里 所以说现在不会当场说是要拆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北韩是要拆的样子 所以呢韩国呢 又提出了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 但是不管怎么样 目前的情况呢是这样 那么这个拆不拆呢 到以后再看这个关系的进展 因为这核问题取得进展的话呢 金刚山也可能重开 海城也有可能 但是呢现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是北韩能赚取一些外汇的 这种事情呢都是不准许的 是的 所以说你金刚山里的 所以是韩国游客 不管是韩国游客也好 哪里游客也好 你去了你就要花钱 那花钱的话 这就变成了北韩的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还是停在那里 所以说呢 我想北韩呢 是以这个为借口 压迫韩国呢 再扮演一些角色 其实啊 金刚山开发呢 就是说金正日时期的 那假如说他这么做的话 好像是否认他父亲的一些 对他说这么前领导人 是啊 说这是一个错误的 依赖韩国怎么样 但是呢 这个其实那之后 这个当然这个金正恩 这个上台以后呢 已经都停在那里了 所以说他觉得说 这样继续下去 也不是一个办法 所以呢 目前的情况呢 是拆 但是呢 往后如果 这个关系恢复了的话 那说不定呢 再继续下去 那其实啊 除了金刚山 就是金刚山这个地区 除了那个韩国人之外呢 中国人对那个金刚山 有什么吸引力吗 其实这个地方啊 当然主要是以韩国 当时主要是以韩国游客为主 但是呢 其他国家的游客也去 不是不去 问题是呢 现在韩方这边的设施啊 好像是 好像是说专为韩国人在运营的 所以韩国人现在不在那里 韩国方面已经撤了嘛 所以说大概用 如果 当然之间也有一些外国游客去 去呢 可是不用这个韩国这一方面 是用北韩这一方面 那北韩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拆 如果拆了 那么都拆走了 我们自己建 因为他们不是过去那个什么滑雪 那个那个度假村 都盖了嘛 马歇林也好 所以说他们觉得说 我们也有能力再见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说韩国撤了的话 如果说强迫性的话 这个是违反合同 但是呢 如果说 你用这种方法 韩国如果派人 像现在俄山也好 他派人去自己拆回来的话 这又另外一回事了 是 让记者啊 就是文家云政府一上台之后 一直强调的是 那个半岛的和平 而且是和平的那个内容当中 金刚山跟那个开箱口温宜区 也是一个中一点 很重要的项目 但是呢 这个韩国这方面 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呢 反应是怎么样呢 其实刚开始 南韩听到这个北韩的这个说法 既错了 可是呢 北韩有加了一句诞书 我们这个拆除的这个时程呢 要与南韩协商 因为这一句话 所以让南韩刚开始 还抱有一丝的希望 所以统一部刚开始回应是说 针对这个金刚山 要求要拆除的问题 基于保护国民财产权 和南北协商的精神 这个南韩愿意继续的 和北韩协商 针对金刚山事业 还有活化经营 这些项目 中期讨讨论 然后呢又一直在强调说 不要只是书面会谈 我们应该要针对这个拆除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南北韩双方的这个政府高层 应该要面谈 然后呢充分考量这个环境差异的变化 那为这个金刚山这个旅游 注入有具有这个创意的解决方法 这个创意的解决方法 其实刚开始一出来 引发很多的议论 后来呢我们采访到是 这个南韩政府有规划说 可以让这个南方的这个离散家属呢 可以团体的去旅游 访问金刚山园区 然后呢从人道主义出发 去规划这个行程 然后呢以前这个离散家属 会面不是都要去选 选谁可以会面啊 这些资格 通过那个红市集会 是 那然后呢这一次这个 统一部决定说 这个如果我们有创意的方式的话呢 从人道主义出发 到我们这个南方 南方的这个离散家属的访问的话 我们也不要选定 就让想去的人都可以去这样子 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一个发想 那文在寅总统也只也讲说 这个经委员长呢 只是要猜除这个金刚山园区 其实有为南韩的国民的情绪 也有这个毁损南北韩关系的疑虑 所以呢 刚开始南韩就丢出来 丢丢丢出来 让北韩说 我们一起见面协商吧 我们来谋求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吧 可是呢 后来北韩又回应了 北韩讲说 对于金刚山问题呢 我们没有讲没有要展开 这个实物会谈的必要性 我们只需要这个文书交换 我们好好的把这个 拆除的时间和阶段都确定好就好了 所以呢 等于说 这个北韩上的南韩一巴掌 所以南韩现在相当的难堪 目前看起来的解决方式 好像就只能拖时间了 只能拖时间 那徐先生啊 就其实啊 就联合国那个制裁的那个情况之下 那韩方的游客 用个别的方式去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也需要通过那个统一部才行 现在呢 是不能去的 是 因为当时呢 是有这个金刚山旅游 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去 还有呢 离散家属的这个会 这个相逢活动 见面活动 这个也是在金刚山有过 那当时呢 都是要经过统一部外交部 对 统一部的批准之下 现在呢 是可以说是不能去 除非你用其他的什么绕到第三国 怎么样进去 那这个呢 对 在韩 这是对韩国说是这个 不是合法的事情 对啊 而且那个是联合国制裁案的那个内容当中 就是大量的资金 不能涌入到那个朝鲜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一次刚才 这个 杨继哲也说了 这所谓的创意性 创造性的是什么 分三块 一个是既游的 就是金刚山的旅游 这个旅游呢 那么现在刚才也说了 你这设施成就了 要怎么样 然后呢 就要重建 还是整修 还是怎么样 这个呢 韩国希望说 这个除了我们以外 还还要反映这个北韩方面的意见 你们也有一件提出来 我们有有这样的这个一个计划 拿出来给你看看 可不可以 我我现在说是 现在当然在具体的呢 还没有对外公布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块 就是说除了韩方的一些企业也好 以外呢 我想这个像其他外国也会进去 第三个的一些合作项目 那个计划里面 为什么呢 如果只是跟韩国的话 两边关系一旦发生了一些 对 差错的话 那么就就会停了嘛 那么如果这样好像现在 那个像开城这边也是希望 有这样 还有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非军事区这边打造 这个和平地带也是一样 都要有第三国或者是国际机构进去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刚才第二点 第一点是旅游嘛 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呢 就是就是 就是离散家属的这个活动 那么刚才杨记者也说了 这个以前呢 都是什么一年一次两次 或者是两年什么一次 不管怎么样 当然也不定期 但非定期的 只要是有什么 到了什么 尤其是中秋节啊 像教授会去嘛 这是大批的访 那么现在呢 就在里面可能会添加一些 就是个别进制的去 所以呢 在金刚山呢 在作为一个离散家属 南北韩离散家属的一个会面场所 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社会文化的交流的一个场合 就是说你有什么一些民间团体去交流呢 那么也不要去平壤了 在这个金刚山呢 这里就是这三大块 现在创意性的 就韩国在想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还要看这个 什么世界的潮流也好 局势也好 怎么样这样 参考以后呢 跟北韩面对面的谈 那问题是现在呢 北韩不要见面嘛 就是说你就在文件上面写 你说你要什么时候来 我派多少个人来拆走 只讲这个 那么韩国呢 是希望说除了这个以外 全面的在讨论 重新再弄 但是这个也是一样 核问题得不到解决 国际制裁没有松绑 那么这个金刚山这边呢 还是跟开城一样 会继续再停在那里 所以说现在最急需解决的呢 还是这个像美国和北韩之间 通过这个对话也好 协商也好 先把这个核问题给解决了 才能有其他的步骤 像现在什么铁路对接也好 什么样 也都停在那里面 因为这东西 只要是有东西到北韩进去 进到北韩里面去 都不可能 都不可以的 所以说呢 这些的前提条件呢 还是无核 韩是喊那个什么和平的东西 但是实际的那个一种 合作的项目是现在是没有的 对 那杨记者 现在那个韩国的舆论 或者是媒体 尤其是那个海外的媒体 他们是怎么报道的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观察一下西方的媒体 其实对这个问题的相关的评论 或者是报道的量是相当少的 不过我们先从 我们先回来 这个南韩国内的这个媒体看一下 像进步派的媒体 像韩民族新闻和京湘新闻 就认为说 北韩的态度这样子 这么不友善 其实对于这个舒缓南北韩关系的发展 是没有太大帮助的 那像保守派的媒体 像这个朝鲜日报 东亚日报 中央日报 就比较会批判南韩政府 就认为说 其实南韩和北韩一直在谋求说 关系要发展 要和管 可是南韩方面一直没有拿到筹码 一直没有建立好筹码 所以变成说南韩 每次对北韩的这个问题 都只能受到北韩的牵制 没有自己可以发挥主导性 对 那海外媒体呢 我觉得 我觉得比较值得谈的是 日本的NHK电视台 NHK下了一个评论讲说 现在这个对于北韩的制裁 是由美国主导的 那现在呢 北韩呢 北韩希望可以跟这个美国对话 可以要重启谈判 希望在年底之前呢 赶快把这个核子协商的问题 赶快解决 那现在呢 北韩在这个时机点呢 也想要动摇南韩 动摇南韩的态度 希望看看能不能够让这个南韩方面呢 也可以驱使美国 对于这个像解除制裁啊 这个方面呢 有点失利啊 那另外一方面是文总统一直以来都希望说能够重启这个金刚山的观光来展现出这个是南北合作的重要的象征 那过去像全老师刚刚也提到了文总统一直以来都很一直高喊和平和平经济啊这个构想他希望把它建立起来啊但是呢现在呢北韩竟然直接提出要求说我们要拆除这个南韩的建立起来这个金刚山的设施所以变成说文总统要怎么样回应其实是会相当煞费苦呢 那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可以注意就是这个金正恩在这个金刚山这个园区的这个相关的措施他指出要建立这个世界性的文化的观光地带然后要把原本南韩的这个设施把它弄掉对不对 其实这跟他以前强调的自力更生这个这个标语是有点是非常接近的只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他真的要在金光山园区建立属于北韩自己的相关的设施的话 这其实已经显现出北韩想要进一步的去主导嘛对不对可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要去建立这些设施北韩现在遭受到国际的制裁 那要建立这些刚刚讲的这些高端的设施的话经费要哪里来这是一个代解的问题 是那徐教授啊就是拒绝那个巫师会谈的呃理由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这个今年以来嗯 这个南北韩关系呢就是一直就不太好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美北之间的这个无核化协商呢也是停摆在那里 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北韩呢也需要一个出路嗯啊也需要一个下台阶 当然所以一直在讲要自力更生最近不是最近只是一直讲在自力更生自力更生 但是呢自力更生是有一个限度的嗯啊你全部被封锁的话呢 你自力更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当然目前跟中国这方面呢还有一些交易嗯啊 啊这个呢可以说是支撑嗯啊这个北韩啊一直这个维持下去的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就是中国在后面 嗯啊但是呢还是希望说是能能能能让美国呢能多少能这个缓和这个对北韩的制裁嗯 尤其是像联合国国际社会也好那不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先要跟美国见 其实呢当初在今年这个就是6月以前呢其实北韩不急的嗯急的是美国 哦那么现在呢到了年尾了嗯那么年尾了那么这特朗普总统呢他也要做一个决定了 因为他呢现在其实你说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他这个就当选总统以后有没有特别的一些业绩 嗯他要好好考虑考虑看看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他一定要在这个北韩这边呢要多少要凸写一点他的业绩的话 是那说不定再会谈但是呢如果说双方的要求嗯双方提出的条件 如果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能融合的话呢那我看特朗普总统也只能放弃了 放弃以后再参选嗯啊还有不然的话呢就是说双方都多少做做出一些让步 那么这样来的话呢怎么看起来就是就就比较随和这个北韩方面的意见 哦现在情况是这样哦所以说呢啊目前情况很僵但这个要看特朗普总统的判断 他当然他现在不是有什么弹劾啊嗯有电话忙事件啊很多啊对有很多问题 然后呢明年马上就要就总统一个大选在那里 所以说呢他要做一个抉择这个抉择呢我想在年底以前嗯他也可能会做出一个抉择 如果说是好那么我在这个北韩这因为现在各个地方的问题呢 其实对美国来真的是很头疼嗯那么在北韩这边呢相对起来的话好像稍微好一点 好像他们判断是这样是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在这边拿出一些成果来的话呢 对他明年的这个一个选人认呢会有些帮助所以说北韩也看准了这个 那么就是啊就是施加压力然后呢尤其是对韩国啊刚才也说了 因为有这种间接的方式来这个施压的话呢 嗯那么韩国政府啊也要再考虑考虑 嗯那么是不是要在这边再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嗯问题是韩美两国之间也有什么嗯什么防卫费分担对 什么又是什么啊什么安什么危机管理什么范围 现在问题这两个要缠的也很多对 而所以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能再谈到这个问题呢 目前呢好像也不是那么乐观 嗯好像这个韩方不只是那个出于比较那个 消极的态度他处于处于的那个现况就也是比较为难的啊 好他替这个金正恩转达讯息给外面上知道啊 他他想说这个美朝目前这个元首间的友好关系 其实是相当坚实的 而且这个信赖关系也持续维持着 那金正金正恩委员长和这个川普总统的关系也非比寻常啊 讲的好像很好的一样啊 所以呢这个他里面谈话有提到说希望呢 以我们美朝元首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基础 让双方的关系能够朝好的方向去发展啊 还是打了后门啊 是可是呢在讲了这些好话之后呢 他还是又下了一些诞书啊 但是美国负责这个对北韩政策的官员呢 到现在还是苦守在冷战的思考模式之下 而且对北韩采取敌视的态度 这是金贵冠谈话里面有批判的部分啊 然后呢他有讲说如果这个美方真的有抑制的话呢 只要能做就可以开启这个解决问题的路的道路啊 所以呢他就希望看看美国今年年底 到底能不能够有智慧的去越过这个关卡啊 那除了金贵冠之外 我还要提一个金英册前几天也 金英哲 对金英哲金英哲 他这个北韩劳动党的副委员长嘛 他也发表了谈话文 那发谈话文又比金贵冠更加的强硬的 就是你看他好话和坏话好像都有讲 可是金英哲就真的有点都不是给好脸色看 他里面提到说 美国如果只提倡着美朝元首的友好关系 想要拖时间绕过年底的谈判的话 这是愚笨的妄想 我这个用字蛮重的 另外呢他又讲说美朝关系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进展 美国却一直在外交方面上宣传 北韩会为了这个构筑信贷关系 将会有重大的举措 那我觉得从这个金贵冠和金英哲的谈话 我觉得有点像一个半黑脸一个半 一个半北脸一个半黑脸 想要同时的去施压 因为年底北韩一直一直要求说这个年底 我们可以赶快谈判 我们赶快把这个非核化问题解决 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制裁的问题把它化解掉 那但是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见到美方给予正面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官员的谈话 都是想要去施加美国 要求说美国赶快的表态 然后呢威胁美国 催促美国 赶快把这些问题解决 特别我再补充一句的话 他说了一句就是说 这个如果美国啊 用这种卑鄙的 恶劣的方法 来这个压炮北韩 或者是你想叫他孤立的话呢 他说这个呢 当场就有可能这个炮火 这个叫焦鸣 这个北韩很喜欢用火 就是你现在如果继续对我们施压的话 可能发起战争也不一定 好像有这种威胁性的有口气在那里 所以说 刚才也说了 又说是这个愚蠢的一个妄想 又说可能会这个炮火焦灭 当然他前面呢就是敦促 就是这个呢跟这个金贵官呢 跟这个金英哲是一样的 就是说像就是希望在年底前 所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是说你如果这个 美国如果倚仗这个 美国和北韩这个领导人 个人的这个关系拖延时间的话呢 这就是妄想了 所以说呢 意思就是说 因为金正恩四月的时候 他说了嘛 等到这个年底 所以呢 这样年底快到了 就剩两个月了嘛 现在十一月十二月嘛 所以说 这个希望就是说 在这年底以前呢 赶快美国呢 赶快表态 而且呢 你还要拿出一个 不是说北韩要拿出新的 是叫美国拿出新的算法 那么新的算法呢 也肯定又是什么 又是分阶段呢 又是什么 不过总的感觉啊 好像是北韩现在没有 专门提那个契合的问题 他只提一个制裁问题吧 就是解决制裁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 因为契合呢 这个当然有很多专家说 不可能他们不会契合的 又是这样说 所以说只是说呢 就是用一部分来换取一些利益 好像是有这种看法的一个专家 是多一些 那不管怎么样呢 要先谈 不管是你你宁边那一带也好 还有其他所有的也好 这个呢 北韩是希望慢慢谈 一步一步的来 那么一步的话你就解一点 一步的话你就解一点 就是这样 不过谈那个金刚山的问题 就是不能不谈这个2008年 在金刚山发生的事情 刚才你也讲了金刚子那个女士就被枪杀的那些事情 那他这个有这样的事情之前呢 就是说北韩都没有向韩国政府道歉 或者是在韩国政府也道歉了 这样的情况现在同一步 或者是语伦的发言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十多年了 要解决这事情其实相当困难 应该领导人 双方领导人都不一样了 那当然因为枪杞事件导致在金刚山的旅游中断嘛 那同一部有记者去问说 同一部怎么去回应这个枪杞事件 同一部有关系的人士出来讲说 十多年前发生的事件 现在还有真的有可能把这个真相厘清吗 所以这句话其实引发了一些像保守派媒体 非常大的批判 好像现在这个进步派政权文在寅政府好像草菅人命 没有要认真的去对应这个枪杀事件 那其实有一点可以关注 你可以发现说文在寅总统 还有现在的这个进步派政府 从金刚山的金正恩指示说要拆除南韩 在金刚山所兴建的这些设施 这个事情已经有一个礼拜 快一个礼拜有了吧 可是呢文在寅总统对枪击事件的真相厘清 还有究责还有表要怎么样调查 虽然难度很高 可是呢他好像都没有发表立场 看来那个南北关系没有什么得到 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案了 但是那个北韩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您是怎么看的 因为你现在就是这样 你12月底以前美国表不表态 这是一个问题 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呢 我想是这个近期内在恢复的可能性 是真的是很少很少 所以现在重点呢还是在美北之间的 哦是这样 看来啊就是南北关系 或者是那个美国和北韩之间的关系 好像越来越复杂的样子啊 没有得到一个比较脱散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好今天的视觉店节目就到这为止 谢谢苏凯 下午再见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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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